今天去村農喝茶 我去這間瑞基茶樓 它是一間很懷舊的茶樓 它的點心都很有名 大包和很多懷舊的小食 和八卓西蘭菜都很有名 它是一間逆思悠久的茶樓 現在是香港很少有的自助飲茶的地方 自己沖茶、自己拿點心 它的價錢都很合理 我吃了十碟都是二百多元 大家留意每天早上去到下午兩點才開門 如何去這個村農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荃灣站的B1出口 走五分鐘去這個村農街 搭這個80號小巴 去到總站下車 在總站上去到總站下車 是很方便的 這裏就是個80號小巴的總站 或者我們可以在這個荃灣西 御心廣場的巴士總站 坐五十一號巴士 去到村農下車 那這個就是下車的地點 亦是叫村農村 那我們 見到這個彩龍茶樓 在這個路口那裏入 直落 限大約幾分鐘就到這個 睡幾茶樓 那是溫暖 那久日情懷 永久難忘 老街角的茶館 把破的笑臉 人來人往不變 熱鬧依舊在心間 那時候的簡單快樂 不需要多遠 一起走過的街頭 是最美的畫面 時光如煙 匆匆流連 我們 我們的青春 在老隔壁 輪回 再提一次 滿時溫暖 那久日情懷 永久難忘 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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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ber 满是温暖,满旧日情怀永久难忘